南侃儿童弦乐团优美的交响乐表演 为国际狮子会300G2区所举办的时爱圆梦 助学千人欢乐圣诞趴拉开序幕 今年国际狮子会300G2区 透过亲自下向关怀 并颁发奖助学金给弱势学童 期望要协助学童努力学习 这次的奖助学金我们颁发将近1000人 1000位的奖助学金 当然有些可能就是还来不及报名 我们时间会可能比较赶一点 我们这些报名的小朋友 我们都有实地去他们家庭访市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颁助到1000多位 我们借从这1000多位需要帮助的 不管是及时的或者是未来的永续 在未来这1000里面可能会有100 或者200他是需要长期照顾的 我们会把这些人再把它找出来 接着未来的几年来辅助这些小朋友 走完他的成长的路途 国际狮子会300G2区 近年来积极推动公益活动 而这次国际狮子会300G2区 透过跟全桃园13区的家长会长协会合作 不仅颁发奖助学金给1000位的学生 同时总监委淑联也分享自身经验 期望要让爱的循环延续下去 早期我也是接受人家帮助的小朋友 那当然在四五年代的社会 社会上大部分都是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说在那时候 我觉得我们生哪一天 我有钱的 我有能力的 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小朋友 因为以我的概念 我受过人家帮忙 可是我现在可以帮忙无数的人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力量 可以帮忙多少的人 未来那些更多的小朋友 他们也跟我一样有正向的力量 让社会充斥都是正面的人量 未来他们也是一股社会的三年 中流砥柱 国际狮子会300G2区 透过在12月19号 于桃园巨蛋体育馆 举办世爱圆梦 助学千人欢乐圣诞趴 不仅邀请全桃园13区的学生及家长 一起欢度圣诞节 同时现场还有举办和平海报的颁奖典礼 借此要让学童在幸福的环境下成长 记者文字军团报到